好,农历春节过后,花莲市各社区福气站是陆续的开课了 市长魏嘉贤也在22号的上午陆续发送给各福气站加菜金 并且表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老人家齐聚一堂,让福气站元气满满 尤其在志工协助之下呢,提供健康咨询 以及多项的身心灵等DIY的单元 让长者尽情享受快乐、健康、无拘无束的饮法生活 农历春节过后,花莲市各社区福气站陆续开课 市长魏嘉贤22号上午也在社劳客帐小职位的陪同下 依序前往民校里及民生里的福气站 向长者们请安并发送开赞红包 那在今天我们走访了民生的一个福气站 还有民校里的福气站 那特别是民校里的福气站是首次开赞 那我们希望说民校里的部分能够未来有更好的一个 教学课程那以鼓励我们民校里的相关的一个长辈 未来我们会安排更好的师资来配合相关的社区 我们希望未来开战之后 每一个站还是要注重到防疫这一个区块 那要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规划 而市民代表陈慧清也到福气站赠送好吃的枣汁 给长者做午餐后的水果 另外陆东最强含流报道 县议员魏家燕则特别准备了暖暖包及防疫酒精 提醒老人家要注意保暖 那家燕今天也到我们民生社区 来发一下酒精 还有到各大的社区发酒精 那我们希望说今年的疫情能够都能够退散 那未来只要社区有需要经费的地方 我会持续的争取 市长魏家贤除了感谢志工们对社区福气站的付出 也鼓励长者走出家门与左邻右舍互动 尤其透过社区志工以及社福资源 有专业讲师为大家进行健康教育 卫教宣导 举教保养等知识 还有志工带着老人家做手工艺 做运动 刺激手眼协调 保持健康状况 更能营造乐活 营法生活 记者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 谢谢大家